我 凌鲜 累了吧 要不要歇会儿 我去加点水 来 谢谢 谢谢 方笑愚又坏女朋友了 有点奇怪啊 她没有拉黑你 我身边的人 她不都应该当成仇人看待吧 但是你们俩误会太深了 都是一起长大的朋友 何必闹得这么僵呢 其实我真的不想 可能只有她想吧 说到底 方笑愚都是因为她妹妹 如果方倩能回来 我看一下她发了什么呀 她们俩看上去还挺般配的吧 一起染布 一起设计 这不是她女朋友啊 可是看上去挺亲密的呀 有看上去跟她不亲密的吗 她那么喜欢暧昧 对 可是能让方笑愚 这么大张旗鼓地发朋友圈 还是第一回吧 那不我们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也累了 那你也早点休息 过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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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一会儿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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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喂 唐总 怎么了 喂 唐总 说话呀 唐总 我听不到你说话 说他错了吗 喂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我手机没有电了 我刚回家充上电 手机没电了 手机没电了 你不会租一个充电宝 或者向别人借一根线啊 你怎么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 而且我告诉你 千万不要办法 你可是李师傅负责来跟我们 明远对接的负责人 负责人懂吗 就是必须要保持二十四小时 电话通畅 唐总 我说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呀 我手机出了问题 它自动关机了 我回来的时候 刚去修理站 换了一个电池 是 你说得对 我是明远和绣坊的联系人 可是我总要有自己的生活吧 唐总 就算你是明远的老板 你也不可能二十四小时都在工作 对吧 我问你啊 万一发生了突发状况怎么办 你必须要保证你的手机 是二十四小时有电吧 你今天都做什么呢 我今天做什么事情 跟明远和绣坊都没有关系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跟方笑愚一起去拉人 你为什么要刻意隐瞒 什么叫我刻意隐瞒 是我过去的时候 方笑愚已经在那了 不是我让方笑愚过去的 吃饭了吗 吃过了 吃得好好的 谢谢唐总关系 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说说 你吃了是吗 跟谁一起吃的 非要让我一句一句文吗 好 好 我今天早上八点钟起床 然后跟我弟弟吃了一个早饭 然后就去了蜡饵工坊 一直忙到现在才回来 现在再躺在沙发上 再跟唐总您打电话 结果生了一肚子气 我这样的汇报您满意了吗 唐总 什么人哪 就不能好好问候吗 唐总 什么人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这么晚了你去哪穿一身绿 约会啊 我去接妈 不是 我下午不是给你发微信说她见我回来吗 诶 正好你